造福员比跟人床比是一个人比8格 对啊 我记得是1比8 假设1比8格的话 那我问你 我的满床是229床 除以8你就知道我需要多少个造福员 好 好 你这样就清楚了吧 229除以8嘛 229除以8床 就是我要有的造福员人数 好 你现在就可以算 我现在造福员有50几个 超过啊 50几个造福员照顾一个人比8床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照顾到400床 我没有400啊 我说200多 而且我现在目前才100多个爷爷的人 所以我们是优于他的比 设置的人数比例 我们是高过的 那既然高过的话 为什么会1比10呢 因为你要分三班啊 你要轮班啊 还要放假啊 细数你要全部嫁进去算啊 他这个是用人床比 是说你的人数 你这个机构多少床 他会有一个标准 比如说你的机构 我用整数来算好了 假如说你的机构要240床 假如说我是240床 我就除以8 所以我要有30个 240床除以8 所以30个造福员就够了 对对对对 那我这30个造福员要上三班啊 还要除了上三班次他还要放假啊 是这样算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你实际在这里的时候 你不是什么一个人照顾八个 就不是这样算了 如果你用实际三班 你这样加起来 哇那你的造福员非常非常的多 算是这样算了 好可以要研究一下 万一你们有请到多的服务人员 你们会开多一点的床位是不是 目前就是 因为你除了造福员还有护士 反正我那个 什么时候开这都不重要 因为有开我们会通知 你问我什么时候 我没办法回答 那只能看现在 我现在就是你登记了 我就帮你拍 只要有排到 可是什么时候我不确定哦 如果是排得到 会要访试就是下周的事 因为我现在收到你的资料 我会送出去审 但是我们本周排完了 所以能排就是下礼拜了 本周排了多少人 本周排了四个还是五个 这么多啊 几个人 我是说要住进来的 几个人 住进来的话 我们这一周应该排了 我看一二三五 六个吧 六个人 五个 五个 就是在一个礼拜 还是很努力的排 我们这个礼拜就住四个爷爷奶奶了 就住进来 不是这个礼拜 那是上个礼拜 跟上上礼拜访的 我们要这么讲嘛 我们通常评估完 大家都一周后 就可以住进来了 所以说假设我们也排到了 我们就是下礼拜去看 下礼拜看的话 下下礼拜才能住得进来 就是这个意思 那是床位排得到哦 因为床位几乎差不多了 那像那个身体检查室 那像伸地检查室